今天我们要和这两位小伙伴告别了 让他们去迎接自由的生活 在我们放生之前 先让他来到这个 我们捡到了一朵很大的木棉花 木棉花上面这个 这个是不是他的花蜜啊 这个露珠是黏的 黄色的 我是真的不清楚 上面这个黏黏的液体 是不是木棉花的花蜜 但我觉得这只蝴蝶特别喜欢 枪敬酒 离别浅的最后一杯 准了就准备给他打包 莲花袋带别 放在这个篮子里吧 我们来到了一个盛开着 茂密的三角梅的地方 三角梅也是大不送蝴蝶 主要是凤蝶喜欢的蜜蝴植物 其实三角梅漂亮的花 并不是它真正的花 它真正的花朵是藏在 这个黄色的包片当中的 里面这些白色的小花 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朵 我们今天就把它放在这吧 哎呀 非常的意外 刚刚就在我们拉开这个拉链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小羽毛 坚持脆甲蝶 一下子就飞走了 不过这只黑麦甲蝶它还在 还来到我手上 还想吸我的汗水 很多蝴蝶确实也都有这样的特性 其实它们不但喜欢甜的花蜜 甜的果汁 甚至对人手上的 或者说是动物身上的汗水 也感兴趣 它们会来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很多蝴蝶的食谱 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广的多 口味也要重的多 谢谢 还在我手上舍不得走 兄弟我们要去探索一下新世界了 他准备 他好像准备 他走了 谢谢兄弟 哦 最近 好了 我们把他送走了 再帮他灭掉 先去